欢迎回到财经晚报现场 希腊到底会不会债务违约呢 这个礼拜又有重大的考验了 就是很多民间投资人把钱借给希腊 现在希腊要跟他们商量换债的协议 还要考虑他们的债务能不能剪记呢 现在有些分析师认为 如果换债参与率太低 低于七成五市场就会动荡 远在青海的蓝顶白墙小岛海的镜头 出现夕阳似乎象征希腊人祈求的平静希望 不过现在恐怕出现变数 开24小时的马拉松会议 2月21号欧元区财长才通过了 希腊1300亿欧元的纾困案 当中也签了协议 除了纾困金也包含了投资人 减计53.5%的希腊债券价值 同时希腊要把目前挣GDP 160%的债务在2020年前降低到120.5% 所以本周还要再开会 对第二套纾困方案做出最后批准 不过其中希腊债务是否违约 将成为观察重点 投资人将关注希腊民间债权人 参与换债协议的意愿 研判地中海国家是否能避开违约命运 巴克莱资本公司分析师警告 如果民间投资人参与率低于75% 将引发市场疑虑 认为希腊违约的几率盘升 而且希腊协商启动了 史上最大主权债务重整 信贫机构穆迪也将希腊的主权 在信贫等降到最低C等级 显示希腊尽管完成换债 倒债风险还是非常高 不过就算市场对于希腊问题 还是存在不少质疑声浪 但欧洲领袖宣布 希腊引发的灾务危机已经出现转机 欧盟指委会主席巴罗索指出 现在应该从危机模式转向成长模式 法国总统沙克吉表示 我们还没有脱离经济危机 但是金融危机出现了转机 显示欧盟策略转向力拼经济成长 但欧盟峰会二号闭幕也提出了三大隐忧 纾困银带依旧不足 希腊如果不能履行承诺 恐怕又有退出欧元区的传言 欧洲央行的三年地利贷款 没有发挥效用 银行间资金市场依旧有需求 大于供给的压力 看来欧盟接下来的考验依旧不断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